1月3日,特斯拉股价下跌多达10.5% 原因是,人们越来越担心需求疲软和物流问题 阻碍了这家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制造商的交付 特斯拉的市值一度超过1万亿美元 但在动荡的2022年市值缩水了65%以上 周二股价下跌之前,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尽管出货量创历史新高 但第四季度的交付量仍未达到预期 几位华尔街分析师表示,他们预计未来几个月 该股将面临更大压力 因为它面临来自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更激烈竞争和全球需求疲软 周二,至少有4家券商下调了价格目标和盈利预期 原因是特斯拉未能按时交付 以及特斯拉决定提供更多激励措施 以提振全球最大的两个汽车市场 中国和美国的需求 参加相关系列 特斯拉决定提供 通过检人情细争 方法 和美国的需求 和美国的需求 禁定的情细争 周二,至少有4小的资料